我穿成破纹里的工具人 教室 厕所 车里 餐馆 卧室随时随地 我就是他们爱的兴奋剂 他们进行多人游戏时 女主突然指着我说 既然寻求刺激 那就贯彻到底咯 我 求求你们不要过来啊 我面无表情地熬夜看完一本破纹 然后穿越了 接着就看到真人版在我面前上演 嗯 别 别这样 会有人来的 女主娇娇软软的声音 话说得断断续续的 不会的 这个时候没人来器材室 接着 器材室里的战况 开始激烈了起来 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想离开 然而没卵用 我的双手不受控制地 推开了器材室的门 这该死的剧情之力 门一打开 我就听到男主嫩哼了一声 跃进无数破纹的我 瞬间秒懂 呜 你个骗子 不是说没人来吗 这里是死角 别人看不见的 男主语气有些不稳 但还是哄到 啊 对对对 我是瞎子 看不见器材后面露出的两双脚 我也是笼子 在这么安静的地方 也听不到你们说话的声音 我捂着脸拿两个球拍 然后嘴中缓缓吐出自己的台词 找到了 离开时还听到男主略带笑意的声音 刺激一下更有感觉了呢 哦 我明白了 我就是个用来充当兴奋剂的工具人 这本书的设定是大学时期 现在我们正在多媒体教室上电影鉴赏课 为了剧情服务 整间教室都黑漆漆的 有很多空位 但我依旧不受控制地坐在了女主旁边 我知道 我这个兴奋剂该拍上用场了 电影刚开始没两分钟 好多人会被发现的 男主二清笑了一声 放心 这么黑他们看不到的 更何况听到也没事 我要让他们知道你是我的 我心想 女主可不是你的 她是男主123456789的 你们是个大家庭 女主似乎很快就被她说服了 任由她对自己酱酱酿酿 我的耳朵已经听不到电影里的声音了 全程都是女主的各种语气助词 在电影到高潮的时候 女主随着剧中的台词 忍不住尖叫出声 教室里的其他同学都像是笼子一样 毫无反应 但我不是 所以我该出场了 我转头看着女主 机械般问道 香香 你怎么了 作者对女主的设定 身骄体软 身怀异香 男主们爱死了他身上的香味 虽然我做得离女主这么近 什么也没闻到 我懂我懂 只有男主能闻到呗 女主结结巴巴地回 同学 我没事 只是被电影吓到了 我点点头 转过头继续看电影 不去细想 为什么一个动画片能把女主吓到 也尽力忽略掉男主的首放的位置 至于女主对我的称呼 无所谓 工具人 不需要姓名 电影结束 我无视女主艳若桃李的脸颊 发挥我工具人的作用 香香 一起去吃饭啊 一旁的男主笑得极度风骚 等会我喂他 你先走吧 我不想听懂我不想听懂 我们现在在上数学课 对的 你没听错 又在上课 我已经麻木了 穿来一直在上课 就没歇过 生产队的驴都没这么累 至于为什么要上数学课 我不知道 你去问作者 此时出场的是男主三 他是一个校霸 咱也不知道 为什么号称学霸的女主 会和校霸坐在最后一排 别问 问就是剧情需要 香香你不乖哦 我就半天没来 你居然就背着我找了别人 男主三的声音一点也不小 但班里的同学连同老师 依旧像龙了一般 一个在认真教书 一群人在认真听课 虽然我不理解 为什么大学的数学课 还在叫久久惩罚表 就像我不理解 他们大学的课 为什么如此丰富一般 就我穿越这回 我已经上了体育课 电影鉴赏课 舞蹈课 语文课 地理课 还有现在正在上的数学课 女主红的脸委屈道 我没有 哼 不乖就要接受惩罚 接着我就听到啪的一声 声音大到吓我一跳 我满怀期待地 看向班上的同学 这么大的动静 他们该不会依旧听不到吧 嗯 好吧 读万卷书的我不该这么天真 女主此时再也忍不住了 抽抽答答地说道 小爸 你是大坏蛋 我再也不要和你好了 我心里平衡了 原来不止我这个工具人没有名字 男主也没有 小爸一听到女主这样说 瞬间慌了 对不起 香香 我错了 你别生气 说话间 小爸手中的尺子被他扔到了地上 他无暇顾及 只是慌忙地去哄女主 香香 你的东西掉了 我阴魂不散地 从地上捡起了尺子 递给女主 此时女主脸色 红得像抹了胭脂 眼睫毛上还带着一颗晶莹的泪水 我见油脸 我看着女主的样子 嘴里吐出自己的台词 香香 你怎么哭了 我 我 嗯 女主我了半天 也没我出什么屁来 滚 少管闲事 小爸语气十分之嚣张 我知道 小爸嘛 除了对女主 对其他人 都是脏话连篇的 果然 他说完话 我不敢再说什么 默默地转过身继续学习 只是想起 刚刚那个尺子 在书里描写的作用 我感觉拿了尺子 那只手不干净了 妈妈 我想要洗手 然而工具人的想法不重要 后面又传来了两人的对话 我刚刚只是太生气了 你摸摸他 哄一下就好了 香香让我舒服了 接下来该我让你舒服了 我虽然阅书无数 但不得不说 文字版和真人版 还是有区别的 然后是我脸皮在后 此刻也有些坐立难安 就在两人的吟唱中 我终于熬到了下课 我太感动了 终于不用上课了 一下课 我就往厕所跑 我的手没有一瓶洗手液 是洗不干净的 一节课没见 说 有没有想我 我很想说脏话 真的呀 想 女主的声音从隔间传出来 我就知道我走不了了 就知道你很想 你的身体已经告诉我了 嗯 女主的声音尾音夹杂着气音 让男主寺欲罢不能 多叫两下 我爱听 半天没闻到你身上的味道 我可想得紧 男主寺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 和女主在一起 基本上就是厕所 篮球场这两个地方 隔间里面传来一阵 耳濒丝膜的声音 时不时伴随着 男女主的低呼声 此时有几个人也来了厕所 我眼睛一亮 希望他们的出现 能让男女主收连点 呜 有人进来了 男主痛呼一声 宝贝 差点死在你手上 我忍不住有点紧张 女主带着哭腔的声音响起 连我听了都浑身苏码 果然男主更是如此 我憋不住了 接住 接着一声满足的叹息 从男主口中流出 我好抓码 他们到底知不知道 厕所的隔音没那么好 他们所有的话语 都一字不落地落在我耳中 这时那些同学们 也不是笼子了 什么声音 可能是猫吧 不是 为什么学校厕所会有猫啊 你们就没觉得 有什么不对吗 哦 他们没觉得 说说笑笑 走出了厕所 此时我多么希望能够 迈开我的腿 跟着他们走 奈何腿 就像长在地上似的 我只能面红耳赤的 在外边继续听墙角 不知过了多久 我内心付费 真不愧是破文男主 体力就是好 在我感觉腿要抹了的时候 终于听到了 女主娇春的声音 哼 都怪你 裤子都脏了 男主四条笑道 那就直接不要了呗 多方便 不行 这样我怎么出去见人啊 女主不知道 突然从哪里来的道德感 硬要男主四帮他 把裤子弄干净 香香 你在吗 该我出场的时候 我不会缺席啊 同学我在 你有纸吗 我刚刚在教室没看到你 就知道 你应该没带纸困在厕所了 骗人啊 我的嘴巴会骗人 我明明一直在厕所外面候场 我把纸巾递给他后 任务终于完成了 走在回教室的路上 脑子中 女主手上沾染的白色东西 挥之不去 我刚刚应该没碰到吧 我好开心 我已经记不起上了多少节课了 终于到放学的剧情了 虽然我知道 放学后该有我的戏份 我依然会出演 香香 阿姨让我来接你 此时出场的是 女主的青梅竹马男主舞 她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 帅气的脸上 洋溢着开朗的笑容 此时周围的同学 全部开始惊叹 我看到她的一瞬间 心跳得很快 双腿情不自禁地 走到男女主面前 香香 这是 同学 这是我邻家哥哥 看到我上前打听 女主一脸警惕 我内心吐槽 女主请你不要一脸 看情敌的样子看着我 然而我的嘴巴不听话 这样啊 可以顺路送我一程吗 是香香的同学呀 那当然可以了 男主的笑容 我的心也不听话了 我坐上车没多久 便开始昏昏欲睡 我醒了 但又没完全醒 因为我的眼睛睁不开 但我的耳朵却灵敏得很 香香别这样 男主舞低沉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隐忍 我不 哥哥为什么要对同学笑 还要送他回家 香香说完 手上的动作更加卖力 他们的对话让我想起来了 这好像是书中女主的勾引剧情 男主舞一直认不清自己的心 说只当女主是妹妹 然后有次去接女主的时候 有个同学表现得对男主舞很感兴趣 而男主也没拒绝 从而引起了女主的醋意 在车上女主万般撩拨 终于男主认清了自己的心 在车上就开始了大战 当初看的时候 对学校的那些play已经腻了 乍然来的车上play挺有意思 现在我不觉得了 因为他们的座位放下来 差点压到我的脸 这啥车呀 座位居然差不多能放平 而且男女主 你们要不要看看 后面还有一个我在呢 哥哥你说是同学好看 还是我好看 女主略带诱惑的声音响起 性感极了 因为和我离得挺近 我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香香别这样 男主的呼吸突然加重 你说你把我当妹妹 我才不要当你的妹妹呢 谁家哥哥会对妹妹做这样的事 我 男主似乎还想辩解 然而刚开口就被女主堵在了嘴里 接下来我就一直在坐摇摇车 并且还要担心 座椅压到我的脸上 青梅竹马不如篮球队长 一次就结束了 同学 醒醒 你家到了 香香脸上的红韵还没完全散去 此刻看上去贼诱人 女主的话音刚落 我发现我终于可以睁眼了 啊 不好意思 我睡着了 我一边揉眼睛 一边歉意的说道 没事 只是同学你睡的确实挺香的 女主话中有话 说完还略带挑衅的看了我一眼 我假装没看到 学习太累了 实在不好意思 那同学你路上小心点 我利落地下了车 再待下去我要吐了 他们都不知道散散车里的味道吗 我和男主六正在相亲 此刻桌子旁坐了我 我父母 男主六 男主六的父母 还有女主 男主六是个霸道总裁 他和女主说 父母要逼他和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婚 然后让女主假扮他女朋友 以此来打消他父母的念头 女主善良天真又可爱 自然不愿男主六和自己不喜欢的结婚 于是答应了帮忙 同学 怎么是你 女主一脸 惊讶地看着我说道 别说女主你惊讶了 我他妈自己也很惊讶 当初看书的时候 以为同学是个范称 没想到是个直称 所有的同学戏份 都是我一个人来扮演 作者你知不知道 一个范兰不取名字类的是我呀 香香 你怎么来了 我也同样惊讶地看着香香 男主轻飘飘地说 哦 原来你们认识 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此话一出 我的爸妈突然拍桌子 你儿子有女朋友了 还介绍给我女儿耍 我们很好玩吗 说着直接甩门而去 紧接着 男主六爸妈连忙追了上去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请听我们解释 双方父母莫名其妙都走光了 我也想走 但我走不动 因为后面还有我的戏份 他们都走了 你还不走 爸总皱着眉看着我 我喜欢的是香香 对你这种没兴趣 莫非还要我证明给你看 说完他一把捞住 女主的脖子附了上去 看着男主的这番操作 我目瞪口呆 我什么都还没说啊 我怀疑你在用我当借口 就是为了欺女主 开始女主还用手 推嗓着想要拒绝 爸总的靠近 我心想怎么回事 女主居然有节操了 接着女主呜呜了几句 便开始欲句还迎 终究是我太天真 看了一会 我的戏份好像演完了 默默地退出了包厢 临出门 我还好心地给他们关上门 透过门缝 看到两人双唇间的经营 女主已经被爸总抱着 坐到了他身上 嗯 别这样 同学还在 女主虽然陷入了男主的气息中 但还有一丝理智在 乖乖 他已经走了 爸总抽空回了女主 有了爸总这句话 女主便也不再忍着 任由爸总发挥 我走到前台 特地吩咐他们 把菜碗半个小时再上 走出餐厅时 忍不住夸奖自己 真是个贴心的人 女主生日可是个大日子 他邀请了所有男主 还有我来给他庆祝生日 我很不想去 你们一大家子好好团聚一下就得了 干嘛要带上我 现在是送礼物环节 男主一 香香 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手链 哇 好用心啊 男主二 香香 这只口红你要记得擦 不管你以后和谁一起 我都会有参与感 哇 好深情 男主三 以后想我的时候 我没在身边 你可以用这个解决 要说炸裂还是男主三炸裂 我看着那个长条的电动物 亦是禁不知从何夸起 妈的 剧情在为难我 虽然我今天的戏份 是夸奖男主送的礼物 但请告诉我 这个怎么夸呀 当我说出夸奖男主三的词时 我想说 作者你是会写的呀 好大 真的求别让我硬夸成吗 接着男主456分 别送上了自己的礼物 布料少的衣服 椭圆形一整套玩具 没想到吧 比炸裂还要炸裂 然而每一种 我都想得出词来夸 收到这些礼物 女主娇羞地说道 你们干嘛呀 这么多好东西 要不现在试用一下 男主三拿着他的礼物 目不转睛地看着女主 愿意试 其他男主们 被他这么一说 也有些异动 他们眼里 现在只有女主 完全没有我了 这么多不行的 我会受不了的 女主连忙摆手后退 这一退就退得巧妙 直接摔在了沙发上 而他今天又刚好穿的裙子 我想到 接下来要发生的情景 很想逃 香香这么厉害 怎么可能会受不了 再说这样多刺激 女主被说得有些蠢蠢欲动 突然他指着我说 既然要寻求刺激 那就贯彻到底 让他一起来 救命 女主你真不是人 我为你们服务了多少次 你居然想害我 接下来的剧情 是什么来着 糟糕 完全想不起来了 我该不会真的 要交代在这里吧 我内心十分慌张 但却不自觉地 看向男主舞 也就是女主的青梅竹马 看到我看男主舞的神情 女主的语气 突然冷了下来 算了 让他走吧 得了女主的话 我终于拿到了 身体的控制权 连忙跑出了他家 出门之前 还特意往回看了一眼 几个男主 正围着女主站的站 坐的坐 蹲的蹲 看样子已经开始了 我突然有些同情女主 这不死 都会惨的吧 随后又摇了摇头 她刚刚还想害我 我居然还同情她 我是什么爵士玛丽苏啊 第二天 女主自视怪异地走进教室 看到我 还略带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对此 我不仅对她的挑衅不在意 甚至还想夸奖 她的身体素质好 昨天都那样累了 今天还坚持上学 坐在座位上 耳边总是传来 类似蚊子的声音 仔细一听 原来是从女主身上传来的 她也时不时的大喘气 我瞬间懂了 昨天的礼物 今天就用上了 只是我不得不批评一下 送礼物的笑爸 质量太差了 居然声音这么大 笑爸也就是男主三 此刻凑近女主 耳边轻轻呼了一口气 宝贝 你脸红什么 语气中充满了轻飘 还不是你们害的 女主含羞待怯地 看了笑爸一眼 看来你现在还承受的了 我在家大试试 嗯嗯 不要 可惜的是 男主根本就不听 我就听到蚊子的声音越来越大 女主此刻紧咬着双唇 憋得满脸通红 我都怕她这样下去 会直接休克 不过 显然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因为下一刻笑爸 看着女主的样子忍不住了 她直接抱着女主 从后门走了出去 走之前还和老师说 女主不舒服 她要送她去笑医 那老师听到笑爸 还能做好事 连忙点头 顺便还夸了句 她开始懂事了 接着继续上自己的课 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书中的内容 我现在的记忆越来越模糊 这次好像他们是去了天台 然后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却怎么也记不清了 不过我寻思 大概率也就是运动吧 学校突然组织写生 毫无疑问 我和女主分到了一个屋 我试图和老师说换个房 因为我怕女主 领着男主们来我们房间 万一她又发疯 想要将刺激贯彻到底 我怎么办 当然了 我没换成 我沮丧地回了房间 然后发现 女主还真的领了 男一二三四五 来了我们俩住的房间 她不知道从哪里得知 我想换房 红着眼睛跑到我面前 一脸的委屈 同学 你是不想和我一起住吗 她这话一出 身边的男一二三四五 瞬间压迫感十足地看着我 我怎么就忘了 这小说女主就是他们的上帝 我该死 怎么能让女主感到委屈呢 在男主们的威压下 我善笑道 香香 你想多了 我只是晚上睡觉 打呼怕吵到你 没事 不用担心 我睡得很熟的 女主听到我的话 连忙说道 那就好 不会吵到你就好 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纠结 要不要出去逛逛 给他们疼的地 但又怕他们等下激动起来 搞得我的床都乱了 我不想自己晚上睡觉的床 有莫名其妙的味道啊 看到我赖在屋里不走 几个男主带着女主出去了 我终于也松了口气 他们怎么搞无所谓 只要别影响到我就行了 只是女主走之前看我那一眼 总感觉让人不太舒服 该不会他发现什么了吧 我暗自嘀咕 在床上想着事 不知不觉 我就睡了过去 我是被女主的声音吵醒的 嗯 我也好想你 女主的声音 娇娇妹妹的 十分勾忍 乖 把手机放下面一点 这样我看不太清楚 手机中传来男主的声音 我没辨别出是哪个男主 不过猜想 应该是没来的那个 霸总真好看 真想现在马上飞到你身边 霸总的声音急促且低沉 还有一个礼拜 我就回去了 你忍忍 女主略带着调戏的声音传来 我躲在自己被子里 瑟瑟发抖 不敢转身看女主 我怕我一转身 他俩都刺激的上天了 本来我想假装无事发生 但是眼看着他们口中的话 越说越过分 尤其是男主 我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sheet 女主是真的不把我当人啊 我们两个床离得还没一米远 就不怕把我吵醒吗 快一点 我要到了 我也是 香香你还没睡啊 我的声音突兀的出现在 他们两人之中 女主的手顿时停了下来 一口气对我那句话 憋得不上不下的 我就听到一阵稀疏的声音 貌似是女主盖被子的声音 而男主那边似乎已经好了 香香 我兄弟果然没有你好 霸总的声音带着一丝满足 女主在男主出生的那一瞬间 连忙把手机藏到被子里 接下来 我就听到被子里传来闷闷的声音 香香 我怎么看不到了 你关灯了 我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给女主找了个台阶下 和男朋友在视频啊 嗯嗯 是啊 吵到你了吗 声音是有点大 很晚了 要不睡吧 明天再和你男朋友聊 今天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同学了 现在我是扭呼噜同学 让人轻梦如同挖人坟墓 懂不懂啊 女主我知道你此刻卡在某个点 但你别想疏解 你就卡在那里吧 第二日老师让我们自己找的画画 便没有再管我们了 女主毫无疑问 和那一群男主在一起 男主们如同众星捧月般围绕着他 我往他们那边看了一眼 女主在中间笑得很甜美 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男主们纷纷往我这边看了过来 不知为何 我感觉他们看我的目光不太善意 我低头错过他们的眼神 心里想了一番最近发生的事 我好像并没有招惹过他们吧 我嘀咕道 虽说我们是出来写声的 但谁又知道我根本不会画画呢 为了避免露线 我远离这人群 准备到时候 随便在别人那里买幅画 用来交差 这次写声的地方是一个古镇 在这静密的古镇上 很容易就忘却浮躁 让心也跟着古镇静了下来 我躲在一个老房子里想悠闲 正以为我会一直这么悠闲地待下去时 女主出现了 拖了躺在那上面 一道清冷的声音进入了我的耳朵 就在这里 会不会有人来啊 女主欲据还迎 我就慢了一步 纠结了一会 他们就开始了 在出去尴尬和躲在里面听墙角之间 我选择了听墙角 反正又不是没听过 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摆好姿势 别动了 我要开始画了 男主对女主说道 这样可以吗 女主的声音有些羞涩 腿再张开点 我内心OS 玩得真花呀 只是这一幕剧情 我却不记得书中写过 莫非是隐藏剧情 若真是这样 我都能碰上 也是幸运了 手搭在胸口 表情再迷离一点 再侧身一点 把你的曲线露出来 男主不断地要求女主 摆出他想要的姿势 说实话 我听得没忍住 悄悄瞄了一眼 然后立马退回了我的角落 再多看一眼 我怕长真眼 不知过了多久 我都有些昏昏欲睡了 男主终于画完了 画完了 还差点东西就完美了 女主随意披着衣服 走到男主身边 好奇地问道 什么东西 当然是你身上的味道了 这才能证明画的是你啊 你不知道 刚刚画你的时候 我忍耐了多久 我都要报了 男主一把拉着女主 坐到他身上 隐忍地说道 接着两人就 黄若无人地开始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他们怎么可能 是单纯的画画呢 好在我现在 已经修炼出来了 已经完全可以 面无表情地 听完一场墙角 甚至还在想 我如果出去 男主会不会 直接被吓得不取 终究男主 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三分钟就搞定了 听到外面人 结束的声音 我连连撑起 看来po文 也不是所有的男主 都很行吗 最行的 应该是女主 带到两人走后 我这才 磨磨蹭蹭地 从角落出来 刚到门口 就碰上返回的女主 我和女主大眼瞪小眼 两人顿时都 尴尬地立在了原地 不过我觉得 尴尬的 应该只有我自己 毕竟女主 可不在乎那些 同学 你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女主随意地问道 啊 我刚刚来 觉得没什么好玩的 便准备走了 你也是刚来 脑子抽抽地 我问了句废话 不是 我刚刚来过 落了东西 在这回来拿的 说完 女主还意味深长地 看了我一眼 曹 女主她不按套路出牌 她该不会识破 我那拙劣的谎言了吧 好在女主 没再多纠结于此 她走了过来 笑应地对我说同学 晚上我们 准备去酒吧玩 你也一起啊 我下意识就想拒绝 本以为 接下来又有我的戏份 我可能会控制不了 我的嘴 没想我的话出来 不仅让我自己惊讶 连女主也感到诧异 我清清楚楚地 听到自己说不好意思 我晚上有其他安排 就不去了 这话一出 我内心暗喜 我该不会不受 剧情之力地控制了吧 这简直是太酷了 我以后就是个自由人了 以后我要远离男女主 这些不正常的人 我要个正常的生活啊 这样啊 那真是可惜 林家哥哥也会来呢 女主说可惜 但我不知道 她可吸个什么劲 上次我就多看了一眼 她的林家哥哥 她都吃醋得不行 晚上我回了房间 毫无疑问 你的主没有回来 我也松了口气 终于不要看现场直播了 以后是不是没有我的戏份了 所以我才不受剧情的影响了 我自言自语道 我试图想起书中的剧情 看谈是不是我杀青了 就连穿越前的事 也忘得七七八八了 怎么会这样 我有些恐慌 以前我对剧情发展 还有些把握 而现在我完全不知道 剧情走向如何 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第二日一早 女主才带着一身酒气回来 为了避免她直接躺床上睡 把酒味沾染到床上 我把她扶到椅子上坐着 然后任命地帮她去放洗澡水 你洗澡的时候小心点 别睡过去了 看着她身上的痕迹 我忍不住皱了皱眉 这破文女主 真不是人能干的 我嘱咐完 不管她听没听见 直接走出去 关了卫生间的门 只是出去前 听到她嘴里轻轻念叨着 什么她要解放了 这日子终于到头了 最后还说了句对不起 什么 我看她喝酒喝多了 当时醉话没放在心上 洗澡回来 我发现我身边 突然多了很多优质男人 而这些男人 居然都对我散发出爱的荷尔蒙 最重要的是 我居然可耻的 对每个人都有心动的感觉 刚刚一个长相阳光的男生 向我问路 他和我对话的时候 我的心跳快得不行 我捂紧胸口 忍受着心中的悸动 给他指了路 没想到那男生 却不急着走 而是又问起了 我的联系方式 我内心是想拒绝的 但是却不自觉地给了他 这种事情 在洗澡回来后经常发生 我以为是剧情的影响 让我不受控 但明明我和女主 都很少接触了 按理来说 不在他身边 应该不会受到剧情控制啊 就因为这个事 我晚上没睡好 白天打着哈欠 走进了教室 女主出乎意料的 居然比我还仙道 看到我对我笑着打招呼 他那么热情 我也不好意思事儿不见 于是回了微笑 他看到我的回应 笑得更开心了 我有些莫名其妙 不再看他 继续回自己座位上课 我也不想上课的 但我发现了 虽然我现在不用在女主身边走剧情 每天就必须要来学校打卡一番 我就算赖在床上不起 醒过来之后 一就会在教室醒来 第一次时差点把我吓死 与其一睁眼就换了地方 我还不如主动点 田田 你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是吗 一下课 女主就把我拉到角落 低声问道 我被她的话 惊得睁大了双眼 莫非她发现我是穿越的了 而且我居然有名字了 没等我回答 女主便又自顾自说道 是不是试一下就知道了 她把手搭在我身上 接着我就听到一个机械音 恭喜宿主任务完成 破文女主系统即将转移 并 恭喜宿主成功绑定破文女主系统 当这句话在我脑海中响起之后 我感觉之前所有的记忆 都从我的脑海中慢慢抽离 相相反外 我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唯一的爱好就是爱看破文 结果我就莫名其妙的 穿进了一本破文书里 开始我很兴奋 现场版啊 但事情没我想象的简单 我以为我只是个看客 熟不知我穿进来的那一刻 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看客了 莫名其妙 我绑定了一个破文女主的系统 她让我攻略这世界的男主 获取他们的能量 至于获取途径 懂得都懂 我自然是不愿 看过书的我知道 这些破文男主手段有多变态 然而我的意愿 并不在系统的考虑范围之内 她找了十几个男的 美其名曰训练我 让我感受到快乐 我妥协了 我撑着一副非人类的身体 游荡在各个男主之间 直到一天 系统给了我一个任务 有本心的破文小说 急需一个女主 若是我能帮她找到宿主 就可以解除和我的绑定 送我回去 但她需要的宿主 有一个必须的条件 那就是要一个完整的灵魂 这书里的人 都是没有灵魂的工具人 我以为这个任务难如登天 直到她的出现 我能明确感觉到 她和这书里人的不同之处 所以那次我故意说让她一起 看着她明明很抗拒 但是眼神却又充满期待地 看向男主舞 我知道 那个人我找到了 当系统成功从我身上转移的时候 我的灵魂 同时也慢慢离开了那具身体 我知道 我要回去了 回去之后 我依然还是那个单纯的女大学生 全文完